俄乌的戰事持續到現在 已經第19天了 更多的內容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家早安 全都現場持續 帶您關心俄乌戰事 持續到現在已經第19天了 俄軍是鎖定南部的港口大臣 馬力波在這裡持續轟炸 馬力波當局也表示說 當地已經有超過 2100名的平民被殺害 當地的政府也表示說 俄軍已經在馬力波 投下大約有100枚的炸彈 那麼9號當時有一間 富佑醫院遭到轟炸 也造成17個人受傷 目前當地的居民 在沿海的天氣下苦撐了12天 而且當地是斷水斷電 也沒有暖氣 手機通訊都是中斷的 那麼食物跟水 現在也所剩無幾了 目前還有40萬人 依舊被困在當地 是沒有辦法離開的 此外俄軍昨天也對 烏克蘭西部利維夫的 亞利沃夫國籍圍和中心 發射飛彈 造成有35個人死亡 134個人受傷 而這裡距離波蘭非常近 只有大約25公里 二軍證實了出動8枚的導彈持續轟炸 那麼現場是炸出了巨大黑煙 旁邊的建築物也幾乎都被炸毀了 二軍表示說這一次的襲擊 大概有殺死大約180名的外國僱傭兵 還摧毀當地大量外國提供的武器 那麼烏克蘭是否認說 俄方聲稱的死亡人數 駁斥說這只是俄羅斯的大外宣 而目前已知的35名死者當中 還沒有確定是不是有百國人 不過現在能夠和平露出曙光了嗎 因為俄烏現在即將進行的是第四次的會談 那麼最新消息是來自俄羅斯的新聞社 引述了客公發言人的說法 俄烏雙方在當地14號將舉行會談 而這項消息也得到烏克蘭的證實 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科 在13號的時候 證實雙方即將要展開第四座的會談 而聲明當中也指出說 這次的會談不是之前實質面對面的會談 而是用視訊的方式來進行 那麼會議會總結之前會談的成果 為先第一個目標 此外烏克蘭南部大臣 剛提到馬利波也將是討論的重點 他也在推特上頭發文說 俄羅斯目前已經停止 發出了最後通牒 而是要認真的聆聽烏克蘭的立場 不過現在看到這一波波的和談 有望有一個結果嗎 俄軍現在有可能面臨的是 軍力跟武器的耗損嗎 好 英國的金融時報就報導了 跟多家的美國媒體 包括了CNN還有紐約時報 跟華盛頓郵報都有報導 美國官員表示說 俄羅斯現在正向中國大陸尋求支援 希望可以要求包括了 五人機在內的軍事武器支援 並要求中國大陸要提供額外的經濟援助 以抵消國際之間 對俄羅斯實施的廣泛制裁 而這張消息傳說的同時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跟 中國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主任楊潔篪 兩個人即將在週一的時候 會選在羅馬這裡來會面 那麼蘇利文他接受CNN的專訪的時候 也表示說美方正在私下 跟北京來溝通 強調如果支援 被大規模制裁的俄羅斯的話 可能會引發其他的後果 而除了之外 中國大陸駐華府的大使館 發言人劉鵬宇他也表示說 他沒有聽說過俄羅斯 提出的這些要求 強調烏克蘭當時的局勢 是令人不安的 而北京當然是很希望看到事情 被和平解決 而另外美國副國勤雪曼也表示說 雖然說俄軍現在是在摧毀烏克蘭 但是俄羅斯已經開始展現出 實質談判的意願 因為水曼表示說 現在看得出來 普丁接受到的是巨大的壓力 而透露出想要真正嚴肅談判的跡象 如果您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